好 我们现在体验卫牌蓝山支架版的车重驾驶辅助功能 咱们在八地城市重庆来体验 就是很有难度的 好 我们马上开启 你们看到现在这个路很复杂 如果说一般的车辆这种路口 它都会告诉你不要开启 包括重庆这边开车是很猛 我天哪 汇入口他们都不减速吗 好 我们直接过来 然后波动两下或者长按 换挡杆 都是可以开启的 好 NV线已经激活了 现在我的左后方有一个车辆 我们最好是往里头并一个车道 我给它拨杆转向干预一下 好 但是后方又来一个快车 它并不让我这边 哎呀 这边开车还是很猛的 好 我现在汇入主路 咱们一般像从汇入口进到这种 环路的话最好是赶紧进入快车道 跟上整体的社会车辆节奏 好 现在进入主路了 看看它的识别度 感觉这段路并没有多少考验 刚说没有考验 前方就有一个大的灰茶口 而且可以看到重庆 为什么叫八地城市 上下多少层这个立交 大家数一下 其实在北京开车开惯了 来到它这边 虽然说这也是它的这种成绩环路 但是能感觉到它的车道是比较的窄 而且车辆还是挺多的 社会车辆是特别的密 好 前方又是一个右侧 有另一个车道的汇入口 他们汇入不打灯吗 对 你一打灯它就抄你 挑衅它 而且像现在咱们的置驾系统里 除了靠置到高精地图 以及视觉的方案以外 它也是可以识别到社会车辆的 这个转向灯 然后进行一些主动的预判 现在这个自驾都是很智能的 好 前方是拥堵路短一个直动 现在是拥堵跟车 只是像这种拥堵跟车 无非考验的自驾 就是一个是跟车的速度 前头车走走停停 它并不是完全的刹停 前头车起步了 咱们不能耽误整体的节奏 咱们也要及时的起步跟车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被其他的旁边的车辆加塞 它觉得你好媳妇 你是个自驾车型 尤其有些自驾车型开启之后 它会有那个自驾辅助灯 它就会想去挤你 所以说这种的就考验 你的车的跟车情况 云不云速 舒不舒服 还有别被其他车辆加塞 这才是老司机的一个学习行为 模拟行为 我突然发现 他们这边公交车都不打灯加塞 我天哪 然后它非得加到 我们和前面一个小车的距离里头 然后让我们的车做了一个 赶紧做了一个判断 好 我们现在稍微 往左边压了一点车道 好 左边又加塞进来一辆车 看它现在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现在我们被这个公交车别了一下子 还是很尴尬的 好 又进来一个公交车 好 然后我们慢慢往前走 再回到我们的车道上 刚才我们是借道 然后去进行了一个避让 右边又进来一辆车 好 现在路左边有一个坏了的车 坏停产 轮毂都干地了 然后我们往这边绕了一下 因为后面也有车要加塞我们 然后稍微靠贴那边过来了 好 原来堵车的源头在这里 然后前方路就是比较畅通的了 也能看到 现在我们在的是一个几层的立交上 下面也有 上面也有 重庆这个地方是一个连 就是基础的导航高德 都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地方 当然像无高阴地图支架这个功能 除了在这种公路 有划线标识的路上来行使以外 像一些园区道路 或者说没有划线的乡村道路 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厂家 都在发无高阴地图支架 靠这套硬件 以及自身的算法来实现 它就不再像之前的 什么高阴地图像一个那种牵线木偶的 它会有更多的自我的判断意识 尤其这种支架在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重庆 这种复杂的一个路况下 它是可以去做出自我的判断 好 前方又是一个汇入口 其实对于重庆来说 不仅有复杂的立体交通 像这种突然进入隧道 灯光的变化 或者说突然出隧道 强光的次入 对这种视觉方案 也是有不少的考验程度 好 已经识别到自行车了 好 看它的一个判断 哇 重庆这个城市是非常的模糊 看上方 还有住宿 然后下方就是一个这么窄的隧道 隧道里还有机动车 其他的电膜 飞机动车 好 它再自己向右边到 好 就在前方 它就要去往右边走 它就提前 做好准备 好 哇 这是一个三个口 因为它刚才提前意识到 我需要走中间这个路 它就过来了 好 这又是上了一个多层的立胶 可以看到非常的复杂 然后前方就是我们要过的这个大桥 就看这多层的立胶 看到之后你都会眼花 怎么去开 怎么去跑 好 需要向右边到 其实能看到它很多次的动作 都是为了之后 几百米之后的一个路线 在做铺垫 并不是说到跟前了 我再去变道 我再去进行一个什么汇入 反而那样子对一个 是吧 一个处理 一个处理能力会更加的复杂 而且像这种提前预判性的驾驶 也能最大化的提高它的通行效率 同时对于一台新能源车来说 也能最大化的去省电 优化你的能耗 它整个拐弯过程 没有再不断的去纠错 如果说是一般的支架 如果说走这么大曲率 而且是连续的爬坡弯路的话 大家就其他支架也能去看到 它的方向在不断的去纠正纠正纠正 可能说也能跟你完全通过这种大曲率的弯道 但是那种心理的感觉就会有种不安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 尾排阑山支架板 它的整个过程方向的转向 就和老司机一样很丝滑 因为它不是在那种纠错性的支架 它是可以通过激光力达去提前扫描到 前方一个近200米的一个距离 然后提前去让这个车机进行一个算法处理 然后做到更丝滑的转向 也更加的舒服 心理的感受也更加的平稳 包括这又是一个回弯 好 向左 它又在提前做出判断 因为我们马上又要汇入一个主路 这样的做法会更加的丝滑 后方没有车辆 好 前方又即将进入黄色法拉利 很多的拥堵路况 这个轮延路口画线有点乱 就是画的不仅没有线 它有一个应该是那个路口的引导线 好 我们过来了 好 它在弯道 它在做便道这个动作 因为它又为下一个路口提前做准备 在弯道完成了一个自动便道的动作 弯道自动便道这个动作 我在体验过的自驾车型里来说 它是第一个去这么实现的 因为它要为这个路口 紧接着一个路口做出判断 如果说走错了 刚才没有做出一个急速判断 那就要排到那个车队 然后走错路 然后进行一个掉头很复杂 好 它又在提前做判断 为下一个路口 而且这路边有停的很不规范的车辆 这个车尾巴都撅出来多少了 慢的 因为前方这个路口 它识别到了 这是一个不算规范的一个路口 路口这里还停了一个电动车 好 完全的让过去了 很舒服 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很突兀的一个动作 一个避让动作 反而大家去这么想 如果说一个自驾 它有一个很突兀的那种避让动作 其实对于其他的旁边的社会车辆 也是很不友好的 人家可能说会追尾到你 或者什么这么很麻烦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重庆这个地理位置 地势 以及它的这种建筑是很复杂的 它很有可能说在顶上 二层会有一些地标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建筑 好 我们在这先插一段 前头有一个这种工程部或的水泥 它也是识别到了 那种的就是在自驾里头算是不规则障碍物 一般的传统以前自驾 都是把一些障碍物模型 给提前输入到车辆里头 这个电脑里头 比如说横着汽车 输入汽车 行人 机动车等等等等 如果说遇到没有给它提前备按 提前去输到电脑里的 这些不规则障碍物 那么对于其他的自驾来说 就很容易识别不到 然后就会压过去 也是很危险的 前面我们要挑战的就是 连续大螺旋上泡路 也是重庆的一个特色 这种路只有重庆有 而且这种的路况在重庆还挺多 来重庆自驾 必备的网红打卡地 它这条路的一个合理线速是40 好 而且我们发现 它这个中间这一块 隔离带是很矮的 依旧是老司机一样的手法 很线性的转弯 而且得于整车的悬架硬件 它在这种过这种弯道的时候 整个侧型也不是很明显 让车内乘客的舒适性 得到了保证 更舒服 也很符合这台车 一个奶爸级的中大型SUV的车型定位 三派乘客都能坐得很舒服 这个导航现在都已经忙了 一直在说右转 随后一直右转 因为它一直是一个这种盘山路 这个盘旋路 好我们下来了